哇 你真的是懶惰 潮山的水稻汽水最精華的地方 我們要喝水了 那你那個東西拿進來 這個扯虧了吧 貪欖吧 對啊 嗨 歡迎來到台北Y 我是明星在這邊 歡迎在這邊 歡迎在這邊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一定很久沒有出國了 而且大家封國旅的情況 一定會很想探究一些秘境 秘境你以為一定要翻山越嶺嗎 其實不一定 離台北市非常近的陽明山 就有秘境了 而且這個秘境 一週五是開放三天 一天只有三小時 這個秘境它在陽明山上 所以如果你不會開車 搭大眾交通也可以到喔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我們趕快GO吧 開箱秘境 GO 這裡是陽明天祖堂 那我們在這邊等待其他的遊客里達 這位就是我們今天的導遊 黃大哥 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不能留下任何垃圾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下去這個路比較陡 不要趕 注意安全 都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出啊 你看我今天穿得跟他一模一樣 有漂亮嗎 有嗎 有漂亮嗎 我 我 有齁 讚 你為什麼今天那麼配合 兔門在外 不想丟你的臉 你就死了 哈利的喔 哈利 好可愛喔 哈利 你要走嗎 耶 冷靜還說就會關門 那你們兩個腳會痠嗎 不會耶 會痠嗎 還好 水素在這邊 做一個中間加藥池 在這邊加藥 然後馬來西亞管線 供應這個地帶的這個 居民用戶 這裡面是什麼 嗯 橋喔 水管橋 哇 水管橋 對 水管喔 喔 這個是 就是泳泉的那個水管 對 對對對 輸送的水管 等一下那個小房間就是泳泉 這個就是泳泉 這個房子把它給圍起來 對 然後等一下我們打開給你們看 水會 透過這個列印往下滲 對 一直往下滲滲 滲到 沿到圓盤底 地底的沒有地方滲的時候 它往旁邊轉 斷倒沒有地方轉的 它就湧上來了 噢 當時是用這個阿爾丹岩 去把它氣起來 讓這個水更集中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個折射到這個上面來 所以大家看的都是藍色 好了 我們到這一次這個 陽明山潮山的這個 水稻系統最秘境 最精華的地方 我們要喝水了 我今天帶了 我昨天跟明浩 然後我爸一起喝燒酒的燒酒杯 哈哈哈哈 太少了吧 那你帶什麼 馬克菲 你帶什麼 我帶了保溫瓶 好無聊喔 好無聊喔 那那個東西你拿進來 這個扯可以了吧 灘狼喔 對啊 你看它是滷圈 沒有味道 酒好就是水啊 就是冰涼的水 對就是冰涼的水 但它沒有那種 你說那個 水管味 水管味 但是它這個水 它這個沒有 綠的味道 就是它這個喝起來沒有 欸我覺得蠻滑乾挺帥的 這裡的這個巨量元素 它含量很少 更好符合人體的需求 那還有微量元素就是 心跟點 心是家庭幸福的來源 所以住在這裡的這個居民 今天還用 我們要從上面喝完水之後啊 就可以沿樓梯下來這邊 就有一個完美的打卡 盛進一照我們身後 上面喝完清澈甘甜的水 之後下來再拍一張 哇 接近自然的美照 天啊今天完美了 分多心 嗯 多心一點 平常都市太多汙染 又有壓力的水 然後這邊 能夠喝喝泉水 才能到走走路運動箱 這個地方好像 它一個禮拜四十九開三天 可以幫我們脫離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嚴格 因為這裡本來是一個 比較的重地 本來是沒有開放的 對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有開放給我們民眾 來相關的那個需求 對 那利用這個時間 讓大家了解 更了解一下台北水道 建設的一個過程 歷史 為了不讓這個 過度的破壞這個環境 一個禮拜四 開放三天 而且是五六日 好今天台北歐愛非常高興 能夠來到陽明山 喝藍寶石全水 那我們記得訂閱按讚 然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禮拜四見 掰掰 掰掰 因為他說這個很珍貴 然後又是比歐美 就是歐美品牌最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如果一貫 這樣子 然後拿去買歐美品牌 一貫六十塊 我換成本 我包特皮兩塊 我賣十二塊 我包你 我跟妳講我會分兩個 一個是有加持過 一個是沒有的 加持過就請謝遠金老師來加持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沒有加藥 它其實不能放太多一點 欸限量又更貴 那加持過二十塊賣好了 哈哈哈哈